政府即日起扩大疫苗接种差异化安全管理措施 要进入室内健身设施和庙宇等场所的公众 必须要完成冠病疫苗的接种 适逢大年初一 受访庙宇家派人手到场确保措施顺利的实行 来看记者陈思玄的报道 大年初一早上9点多 直落亚裔街百年古庙天福宫外就已经出现排队人龙 信徒出示疫苗接种证明后排队 随后分批进入庙内 每次最多80人 庙方说除了没有接种疫苗的人 那有一些人可能没有时间排队 而选择不进入庙内 那他们也非常贴心 在庙外设置了这个特别的区域 同时也放了香油 让那些无法进入庙内的信众 从庙外就可以同样的参拜 我们就要求他在外面拜着寻经妈祖 他们也满意 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安排 信徒们都可以错开那个繁忙时间 不用说挤在繁忙时间来 差不多10分钟 有心来拜不用麻烦 比较安心 我觉得比较安心 因为大家都接种疫苗了 我觉得很安全 如果没有打疫苗 也是有点恐惧感 位于榜额的佛光山 则观察到今年农历新年的人流量 同比多一倍 除了增派人手来控制人潮 佛堂也向民众派发不同颜色的彩带 区分逗留时间段 限定每人最多待半小时 有一些他们没有接种疫苗 但是他们还是希望能够进来 我们就要好好开导 让他们不生气的离开 想要参加法会 我们有这个直播 那他们可以在家里一样餐饮 或者是他们已经到了这里呢 我们就在路口处那边有一尊佛像 让他们先上个香 离个佛 然后就离开 我觉得管理做得很好 很有秩序 不会说很杂乱 大概15分钟左右 就到我们上来了 比我想象中快 安全做事我觉得做得很到位 处处都有味道 信徒着想 不会太麻烦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思玄报道